戏子区的北港国小在今天举办了旋风球体验活动 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但捐赠球具 还教小朋友打旋风球 球打出去还会飞会飘还会转弯让小朋友好喜欢 为了推广旋风球运动 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捐赠了30套的球具给戏子区的北港国小 而协会人员也当起了教练上场教小朋友体验旋风球 先来一个正确版的多变化球路 两两队大有高飞球平飞球还会往上飘 一开始小朋友也看得好认真 可以从高飞球开始练 然后再平飞球 然后上飘 然后左转右转都可以 所以搭配起来各种的变化球就都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礼拜四就是学校的运动日 那么我们在这个礼拜同时也正好邀请到新北市的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 他到学校来制证旋风球的球具 让小朋友去体会整个投球的动作 旋风球是一种结合网球棒球和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新型运动 在简单的介绍示范之后 接着小朋友也拿起球拍还有球开始体验 不过一开始球好像都不是照着自己想的轨道走 旋风球就是会转弯还会飘移 多试个几次似乎越来越上手 小朋友都好喜欢 就是它是用圆弧的 然后它不像一般球一样 它是空心的 所以丢起来它好像有可以浮起来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还蛮好玩的 不错啊不错 怎么样就很不一样然后很好玩 这一个人怎么样很好玩 那个球不会这样乱飘啊 然后它会直直的这样冲 打球的时候那个球真的很难打 最后一球给我打歪真的快气死了 喜欢这样的活动吗 喜欢啊 我们旋风球的顾问都是学校的会长 然后学校会长特别的有爱心 然后也特别注重学校的孩子的健康 代表我们旋风球整个顾问团 送健康送球拍来给北港国小 那么透过这个球具上面的齿轮 这个球会造成高速的旋转 最后投出来的球就变成一个变化球 这也可以训练小朋友对于整个球路 整个球的变化可以做出及时的反应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运动 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一行人来 不但捐赠了球具还教小朋友打旋风球 球打出去会飞会飘还会长弯 多变化的球路 新鲜有趣的体验小朋友玩上瘾 现在有了30套的球具 刚好一个班级的学生都可以一起玩 也让北港国小体育运动更多元 加成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